爱新社会感染的在四川落水 一份慈悸动力发放物资 沉甸甸地一直放在这位长者的心中 他叫做拥定国 六十多岁独居 两年多前曾经受到慈悸动力发放援助 他回馈得彻底 每天就是沿街捡垃圾做回收 他说接受帮助怎能不做 他要做环保做到动不了为止 四川落水 田野相间 这栋白色房屋正忙着整修 要在屋顶之间加装遮鱼棚 建筑商口中说的老人家就是这一位 每天走上好几公里捡回收垃圾的拥定国 已经六十多岁的他独居又家徒四壁 政府补助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有新台币八百元 但拥定国坚持做环保 为了只是回报当年的一份情 原来两年多前 慈悸在当地进行动力发放 一包物资让拥定国的贫困生活得到改善 这一份恩情至今他始终难以忘怀 别人帮助我 帮助过我 我也在个本能做到这有何乱 哪一天走不动 我哪一天就不讲 庸大叔他自己发愿 他说他鼻子里有气 他就要把这个环保做下去 宣传下去 从接受帮助到转变成 手心向下的助人者 拥定国的心不再贫穷 他说他现在是最富有的人 慢点啊 大一新闻折掌职工叶平 四川报导